继续来关注哥伦比亚客机失事的后续消息 昨天空难中遇难的巴西球员的灵鹫被运回球队主场沙佩科市 巴西总统特梅尔亲自迎接遇难球员回家 同一天空难的一名幸存者也回到自己的国家波里维亚 欧文图密里是哥伦比亚客机空难中的幸存者之一 今年25岁 他是这家失事客机上的机械师 昨天他从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市 被运回自己所在的城市 波里维亚的客家班巴 一出机场 特梅尔就被运往医院 上个月28号晚 巴西沙佩科斯足球队乘坐的哥伦比亚包机 在哥伦比亚山区坠毁 机上71人遇难 6人生患 包括三名球员 一名记者和两名机组成员 而这两名机组成员就包括机械师图密里和另一名乘务员 他俩都是波里维亚人 医院方面透露 他们两人的伤情都不严重 同一天 巴西空军飞机将这一次空难中遇难的巴西球员的灵鹫 运回球队主场沙佩科斯 巴西总统特梅尔主持简短仪式 迎接遇难球员回家 当天晚些时候 沙佩科斯会在球队主场球场举行告礼仪式 向遇难球员致安 道场球民预计将达10万人 届时国际组织主席英凡蒂诺等都将出席 在这场空难中和沙佩科斯队有关的共有19名球员 25名工作人员 以及20名随队记者遇难